但是之後的PowerPoint會鎖定嗎? 其實所有的PowerPoint和所有的Supporting Document 我都會放回去Site Instruction Daily Log Case Log 裡面的有個PMSA的Campaign Handling的 那個Folder 我全部放進去 因為接下來8月1日我們公司的拉扇程式開始了 老實說 基本上拿了牌子 其實就應該開始了 在法例上 在法例上沒有規定你 你自己個人牌子 你是個人負責的 所以馬上拿了牌子 其實你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現在8月1日公司一定要開始 所以它更加要周到達 還有這個投訴處理 馬開程度上跟你們以往的投訴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說 那些資料性的東西 就要更足一點 即是你們Case Log 入流了可能沒問題 但是這些入流了可能沒問題 尤其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除了公司會檢查之外 PMSA會檢查之外 客人投訴的時候 也會檢查 所以這些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工作量可能會大了 身份量會大了 一定要清楚 我們都希望盡量簡化流程 其實最主要 投訴會接收有幾種 第一就是電話 Counter會收到電話接收 電郵 WhatsApp 對外的確是 所謂的 然後說 所謂的 我們都知道 是eon上的 不要這樣 和他們有這些 你都不會去幫忙 但是他們是 現在他們都會去幫忙 然後他們會去幫忙 腦袋 他們是任何人 香港的 那些人都會去幫忙 你不幫忙 那些人都不會去幫忙 你去幫忙 我不知道 你是代表公司 你是代表公司 不是對他們自己 查詢是怎樣 查詢後 會發電郵給 三天的經理 也發電郵給 Iwin 有四個 看電郵 Iwin收到 我們一般來的Iwin 其實可以用SmartIwin覆化 但是可以暫時補充 可以暫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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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Iwin 基本上所有的投訴意見 最重要的是 基本上的流程 就是 收到 要是 櫃充 可以 要不要 可以暫時補充 由於 擁有 不是 可以暫時補充 高級主任是一個象徵代表 高級主任遲到就是代表下面的人都會遲到的 所以這些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都覺得但是 我還說你和利的事情 負責同事 負責同事就把投訴進去 投訴檢查是一件織繩來的 應該會送給大家看的 但這個 這個麻煩大家堅助 我肯定在一個星期 老闆一定看的 他不會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月美 可能早上會被BIVIC講 所以這個大家真的要堅持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負責同事就會 這個也是 收到這個投訴 然後第二天 其實是職人做的 最遲第二天 就要將業務通知 業務通知 業務通知 就給客人 這個業務通知是什麼呢 個案編號 照收日記錄 個案再用 負責跟進同事 行不行 其實我已經 給多了你們 下一天的 他們說要職人 我已經給多了下一個局部 多謝你 不用客氣 哈哈哈哈 真的要記住 手洗 有相片的 你照查就可以了 對了 那就是負責 其實我 這個呢 編這份 那時候 有兩個做法 我看看你們 喜歡做 你自己喜歡做什麼 你可以用premerge的方式去做 也可以自己 自己 個人喜愛自己去做 沒所謂 你喜歡自己打也可以 那些 負責該同時 就定時 通知那個 投訴人 大家可以跟進 進度 記住 通常在老闆的角度來說 這些投訴 一兩天 一個禮拜 都要全部解決了 那接著 我們就要分析原因 要求到不滿的原因 提出糾正及預防措施 其實我剛才 我不是說過 我會 投訴得多刷 因為 你寫那個 投訴 投訴 你寫那個 XL表的時候 你們平時 不是做一個 CaseLock 但是 我看你的CaseLock 通常 都已經沒有了一半 你的CaseLock 只是得了 頭那一段 沒有後那一段 你 知道嗎 知道嗎 你實質 你都沒有開 FaceLock 對 他沒有關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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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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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了什麼 最後的 當然不是個月結 對 對 那 他是 什麼 他總是 甚麼 那 就是 發生了 大約 的程序 只是紀錄 一定要進得清楚 不滿意就第三次協助 個案總表就不用你做了 我會跟你講 現在這個要記住 這個真的要記住 所有個案組成 就是這個做法 第一 T 不要問為什麼 習慣 這兩個是助數 一助的就是零一 二助的就是零二 實作實 可以嗎 然後扯動 如果3A就是3A 車場3B 3B 3C 不是3A 3B 3C 其他那些車場 其他垃圾雜雜雜 泳池雜那些東西 沒什麼事 可以嗎 2ABC 什麼 不要搗亂 不是啊 3ABC 這樣 G和F 怎樣 G和F 是什麼位置 G和F S全部 就是3A 那些車場 什麼 你3A 3C 3C 代表是車場 車場 都是1樓和地下 就是整個3A 那些屋 你負責3A 是 那就是3A 但問題就是 如果1樓和地下互 都是用3A 你負責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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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負責3A 就負責3A 就是3A的車場 明白嗎 除了 不是3A的 不是流沉的 就是 OS 明白嗎 接著 年份二、二、三年 這就是 OC OC 就是 委員會的群組 HQ Headquarters 因為 我還是要打算 你不覺得 我還是要打算 5A Eya 我都是 打算 這就是 阿 你還要打算 你打算 他就可以打算 你打算 就打算 離開 這都是 所有将来给客人的通知客人 一定要给他一个号码 所以这个号码是要谨慎一点的 而且一定要清楚 行不行 那现在在Irene那边的管理线是不用用的吗 这个号码是什么时候生效 今天开始 你当白了好 白了一号 现在他们拿了Case Lock 就要过去拿个管理线的号码 不需要用这个 用这个 就是那个要收起的 不要给他们用 没关系 行不行 他现在要这样做3A外围而已 他应该做所有的人 你再拿一次 有什么问题 不要自己说 说 好 车场是会进去哪些座 什么 车场呢 就是这个 3A的车场 3P3C 哦 是啊 如果除了3A 3P3C之外 又做一些租租 什么 第二部分的车场 就是AOS 但是如果 如果是 我当3A 都要看T3A 还是 就是3A 你加进去呢 是啊 这两个字 就代表这个 就是T3A 就是T3A 都要加进去 就是3A 3P3 都要加进去 对吧 OK 这个呢 这个 稍后会再看一看 其实 OC Hack Court 会有 那个 你们现在不是有个 OC OC Excel File 对吧 有个Hack Court Excel File 对吧 那些Number 正常来说 如果你们收到投诉的 你们收到投诉做的 你们每一个单 每一座数 都有一个Excel 表 独立的Excel 表 但是OC群组 总OC群组 是这么多做一个Excel 表 可以不可以 明白 那这个呢 我现在说 有少少分别 做法有少少不同 第一 我们就不希望 你们很多个 很多个File 或者很多个 同时间输入很早 我希望 你进了OC群组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进你自己的投诉 对不对 就是不希望有重复 明白吗 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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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 这个 这个呢 就是投诉 投诉转理机制 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 那 每一个 那 那 那 你这些 先公司 大家记住 真的要知道 为什麽呢 NOD NOD不用做的 为什麽 为什麽 我做 为什麽 你叫我不要拿 听你的话 现在 读完师都不拿 这个投诉机制 现在呢 我就会分了 那 现在我们会分了 什麽呢 分了组 每一个 可以 每一个 可以 可以 有问题 有什麽问题 不要紧 我这个投诉机制 有很多章 那 我会分法呢 就是 就是分那个 那个高级主任 那个经理家的高级主任 就是一组 譬如 我和天慈 天慈 负责37-44 那 37-44 有一组 那 譬如 Alice Alice 和Johnny 有一组 那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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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组 有几组 那 大约有八至九组 有九组 没错 有九组 可以吗 那 每一组呢 这个机制 就会 其实不会贴出街 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 会製造一个QR Code 一个QR Code 然后你 放在座头的时候 他掃的QR Code 就会看到这份东西 因为这个 废话 废话 可以 有没有问题 那 你到时呢 比如 换人的 他换座 比如 Alice 天智 不做这边的 Alice 过来 我去做这边的 要主命 这个第一时间要做的 知不知道 你记住 所有呢 都是用 牌照一 前排人 就是说 我 前排人 我看得到的 P一排 一定要 下面那个 有没有牌 是不重要的 有没有牌 是不重要的 有没有牌 是不重要的 只是处理这个投诉 公司牌一定要有 所有 我们出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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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前排 有个前排人 就一定要 没有牌照 要想 这个基本上 是要做的 现在要做的 就是 简单来说 KR6 Code 就是这样 很简单 有个KR6 Code 可以 到时呢 我都会教一教 你们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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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 你们 经理做就行 你们自己做就行 会把KR6 Code 哪些 等一句 那些 即是 那些 有些 只要 那些 那些 是 那些 那些 这些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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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到時我會讀一些經歷講的 到時他們決定怎樣做 重點 這個file其實是比較重點的 第一 這個file和你們現在的case lock 那個mask的file 基本上是大同小一點 有少許改了 第一個分類 你們那時候本身有一個分類 跟著總公司有一個分類 但是總公司的分類是從來沒有入過的 其實是不對的 那你不入過總公司的分類 每個人怎麼上去呢 我都很疑問 每個人都上去 但是你們沒有入 可能是一神幫你的 但是現在沒有了 分類 我已經做了有什麼種類 你是選擇的 行不行 自己選擇 這些分類是總公司的分類 你照樣就行了 不清楚都要看不清楚 你們想看清楚就在這裡 所有分類都在這裡 行不行 第二天 個案偏行 就是剛才 T-38